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叫不是你 你说他不是我 不是 我说他也不是我 这根本就他妈不是我 好 车已经在这里了 第一个 从外观上的一个亮点来说 就是它下面有一条蓝色的包围缝线 那其他车上面会比较少见 因为给这辆车 本来如果是全摆的话 就有点显得单调 它为了显示自己是纯电的 旁边拉一条蓝色的线 突出了一点点的科技化 整个车我个人 比亚迪一二 我已经在网上见到了挺多的照片了 但实际上 实车给我感觉要比照片里精致一点 很多人觉得 比亚迪的一系列 跟比亚迪王朝系列 是有明显的做工上区别 但是我看起来是差距不大的 来看一下前连 这前连是比亚迪现在最新的 标志型的家族化前连 这个前连看多了 我个人有一点点审美的意料 好看还是好看的 没啥毛病 然后这低配是配鱼眼头灯 但是是鲁素的 这就是比亚迪的标志 这个标志我俩说 我觉得王朝标题就会更好看一点 更有中国化特点一点 这个深蓝色的比亚迪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的 没那么有短子上 外观方面大家自己看吧 然后说一下 它屁股吧 我觉得屁股造型可以说比前脸多 第一个这屁股造型是比亚迪最新的 然后是很挑事的 当年比亚迪秦第一代出来的时候 用的是贯穿尾登 那个时候还所有人都嘲笑他 现在比亚迪狠狠地打了所有人的脸 然后比亚迪现在有一点 是我比较欣赏的 他把所有的做造型的部分 就比较夸张的造型的部分 包括后面的扰流 这些复杂的东西 都做到后保险杠上 这样子后保险杠可以直接换 你知道吗 不用做很复杂的板筋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聪明的设置 来看看轮胎 这高配轮胎跟低配轮胎是一样的 玲珑的轮胎 然后尺寸是20560R16 然后这个边是高配 高配是铝合金轮固 轮胎尺寸是一样的 我刚看一下 也是20560R16 只是一个是铝合金的 一个是钢圈的 然后这辆车还有一个特点是 它的充电 如果你是慢充的话 它是在后面 然后你自己家里就可以直接充 然后快充是放在前面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看到了吗 闽长式的车头 就是它的外观 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满分 十分的话 以它的价位来说 我觉得能给个 7.5分 我还评价挺高的 因为它做了很多 花心思的地方 大家可以打个分 打满分十分 可以自己打个分 你觉得这个车子 可以打几分 要考一下价格 价格是99800 那现在还有 看一下优惠吧 你给翻译翻译 什么叫惊喜 翻译翻译 什么叫惊喜 这还用翻译 我让你翻译给我听 什么叫惊喜 不用翻译 就是惊喜 难道你听不懂 什么叫惊喜 我就想让你翻译翻译 什么叫惊喜 惊喜 翻译出来给我听 什么他妈的叫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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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两年免息 4000元购置补贴 以及免上权险上牌费 价值5000 我个人算下来优惠 差不多有一万块的 89000买这个车 400公里续航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 我们已经讲完外观了 我们现在进入车辆内部 坐上来再看吧 我们现在打开启动按钮 这个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不错 还是比较 那个熟悉的中文 然后这个车是在自动大灯的 在最低配也是有自动大灯的 我们先从主驾驶位的仪表开始 这个仪表呢 基本上是全液晶的 然后其实这个面控系统 包括这个中间的中控仪表 包括这个中间的液晶屏 跟比亚迪的王朝系列 都一样 真的都一样 都没有任何区别 我真心觉得 就是这个操作面板的逻辑 包括整个使用体验下来 我觉得比很多的合资车都要好 然后唯一一个我不太想满意的是 它的空调遥控面板是在上面的 然后第二个是 它中间的这个主控屏幕是比较大的 这个面板大小是合适的 它跟中配之间的价格差不多差7000块钱 那少了什么东西呢 它一个是这个塑胶方向盘 这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第二个是 它座椅变成了布置座椅 还有一个就是中间的 它你主驾驶不能做小姐姐 就主驾驶它没有那个化妆紧 内饰上面 我觉得它跟比亚迪的王朝系列 比如说琴去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得了的 第一个是 它用了更多的塑料材质 但是这些用料上面 还是能区别出它跟王朝系列的 比如说它都是硬塑料的 硬塑料 然后做了这种仿的红线 你能摸到的地方并不是皮质的 就是塑料上面 做了这种仿皮的这种纹路 它在内饰的配置上面 没有缩水 但是在配饰的用料上面 跟比亚迪的王朝系列 是你进车就能感知到的 这种材质的变化 包括它在这边中间 用了这个碳纤维的纹路 但这个仿碳纤维的纹路 我觉得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不应该只用这一块 你应该 对吧 这边也给它用上 那这样子 我觉得反正会好看很多 单单看这一块面板 我觉得设计还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毛病 然后你直接Eco啊 Spo啊 都可以在这边选择到 然后档位也很清晰 中间也是个大转盘 我觉得这一整 它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上面下 下面还有个标准的USB口 然后是个12V的120W的 那个点烟口 你也可以插快充 然后下面是两个杯架 这两个杯架 我个人觉得 还是比较好的 就你如果不需要杯架 可以把它拿掉 那很多厂家是固定式的 固定式 但是我觉得 它给你一个选择 就是你可以拿掉 这边你可以直接插手机 对吧 手机直接插进去 挺好的 还有一点是 它的这个灯光 这灯光是触控的 它并不是按键 触控 哇 非常棒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后排空间 我先把前排空间调到 我正常的驾驶桌子 首先 它的后排空间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大的 那基本上 我调一条后排空间 大概有三全 然后我刚才就想说 它这个坐垫 其实它的高度不是很够 如果往前往 脚往前面一点 那还行 但是如果不往前的话 它这边是悬空的 整个后排的座椅的 这个海绵 海绵的柔软程度也还可以 我个人觉得 坐上去感觉比较厚实 它是个五座车 中间是没有头整的 然后后面两个头整 是标准的 然后可以升降的 后排座椅很软弱 然后后面其他的部分 我觉得就没什么好讲的 然后顶就是普通顶 还有没有填床 最低配也能理解 看一下后排 后排没有出风口 然后有个储物槽 也没有USB Type-C 是类的 然后有个很小的杯架 这个杯架大概只能放 冠冻 但是不能放杯子之类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后备箱 如果放在它这个级别里面 我觉得这个后备箱是及格的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这块东西 轻入量太大了 看见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扣分了 它这个后备箱 其实挺深的 能看到吗 特别特别深 能看到吗 就是后备箱 其实里面的容积还可以 但是它这个台阶有点高 能看到吗 本来应该给个7分 然后这里扣了1分 台阶扣了0.5分 大概只有5.5分 只能这么说 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然后是支持 那个拉线放倒 拉线放倒以后 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给大家看一下 拉线放倒以后呢 它的后排座位呢 并不是跟后备箱极品的 然后上面还有个盖板 上面一个盖板 现在应该还没有配备 然后我这次 也是没有备胎的 然后有个自动的补胎液 然后有个比亚迪 这应该是里面放充电线的 然后反光背心 然后座位 然后这就是刚才车主说的 小哥说的替换用的 替换用的雨刮 非常非常棒 这个阻尼感还可以 稍微有一点点重 好 今天这期视频跟往常的会有点不一样 我们到室内来讲我的总结推荐 它有一共有三个版本 低配中配高配 我们讲中配跟低配好了 那中配跟低配差什么 一个是轮沽 一个是上面的行李夹 然后真皮座椅 然后再加上一个前面的 那格栅式变成了亮晶晶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大灯 变成了LED大灯 这些配置差不多值7000块 我个人觉得在硬件不变的情况下 我觉得便宜7000多毛8000块 还是比较要紧的 我比较建议这个车买最低配 因为你的使用感受基本上不会有大差 我还是觉得 这个车如果是按照现在优惠 就是官方的第一批车有优惠的情况下 都能算尽 如果8万9万块钱这样子能买这个车 我觉得还挺值的 总归来讲BRD12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好 我是星巴达 如果喜欢电动车 有什么其他方面想看的可以给我留言 欢迎对我们一键三连 欢迎对我们督促 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最后作为一个小小的提示 这个车试驾车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它带来 它们会在一周内 也就是说 你看到这期视频 我们会在下一周更新这个车的动态 就是这样子 我是星巴达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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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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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